香港時間清晨一點 剛才聽了我直播說 易綱不做行長 那件事 易綱不做行長也不是主要問題 但是問題是整個中國政府全部人都不懂得說英文 那些混蛋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奪權這麼久以來 只有一個人懂得說牛的英文 能夠說牛的鵝語的引導人就是江澤民 江澤民的鵝語是供應牛的 他不是英語最後的 是俄語 他俄語的水平去到native級別 差不多 我都給過一些片給一些懂俄語的人 有些人都懂俄語的 江澤民的水準是native級的 所以有些人懷疑他是KGB 有些人懷疑他是KGB 那件事 但是至少 這麼多的影導人類別 只有江澤民是相似的 但是現在也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找那些草包圍館 鄧小平更好一點 鄧小平他都在法國的牛公健學 他都懂法文的 不然他在法國生存不到 但是 這個 戰騙就糟糕了 就是他開始有做一些 黏線的那些土炮 方法去解決問題 那時候中國經濟就真的 他現在就做一個 CLS的 借錢政策 財新周刊 證實了之前的報道 那就說 這個 財新周刊封面報道 中國財政系統7月初 啟動特殊在融資 債券申報工作 其下確定下達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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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兆五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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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報道是一兆 一兆的 現在是一兆五千億 的壓度 就 涉及十二個 地方壓力 地方債務壓力比較大的 就是天津 天津就擺明了 涉及占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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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例如וג 證用核占占占占占占占t 我可以出 sic 資聲ーレ占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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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占占占占占�én 接着呢,人民银行会设立一些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ecial purpose vehicle,就是一些特别的企业,去做refinancing的工作, 这个是很正常的做法,很合理的做法, 因为他可能是做一些叫做硬帐公司, 通常都是这样的,你有硬帐就怎样做硬帐公司, 你说的,硬帐公司是和你做refinancing, 就是你的债券,后面可能是有硬帐公司的资产backup, 一般都是这样的,一般都是这样的, 表面上看来就很合理的,由技术层面上, 这些听起来都好像是正好东西, 就是设立一个special purpose vehicle, 怎样呢,就把地方政府的债务都塞进去, special purpose vehicle,就是发债的机构来的, 后面有一些国有资产, 看似很漂亮的国有资产,做底的, 然后呢,如果你用这个refinancing, 你的债务就会归入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就不是政府,政府就当是还了那些钱, 跟着呢,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可能要将某些权利, 一些rights都交给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当然这个会造成tump one床, 这个会有机会是tump one床, 但是,譬如你说,可能是某个水电站, 几多年的权利, 那我就打这个special purpose vehicle, 作为这个还债的基础, 就是有一点像五岁一橋那些玩法, 是的,有一点像那些玩法, 就是这些很明显,肯定有些香港那些土共, 蓝丝土共有份协助, 有了协助度桥那些,不用说了,那些, 但是,我的看法是,你这种一万, 现在本来已经是一兆的, OK,这个是一兆五千亿, OK,一兆五千亿的债, 究竟有没有可能解决, 这个,我看这个, 这个根据, 国际库卫机构, 即是,根据外面的机构的估计, 中国的实际上, 地方债的水平, 可能是去到, 六十几兆, 即是60多TB,即是60多TB,你家裡你儲了國內的,我不知道你儲了什麼 那這個就不大事了,即是很多人,我家裡也有幾十多TB 問題是,如果這個是債就... 如果這個是債就... 你記住這件事,借車是要還的 你現在的問題是,你不是想怎樣去減債 現在你是想著怎樣去犯法,但是財政黑洞繼續擴大 或者財政黑洞的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可能轉移給中央 可能央企的變了 那就是中央承擔,變相中央承擔,沒什麼的,就是變相中央承擔 因為中央不承擔的話,你純粹有special purpose vehicle 沒有人會買這些債 甚至現在就有中央政府支持之下,誰會買這些債呢 你現在這樣洗錢化 你這個黑洞來的,財政,而且 你記住一件事 你要解決那個財政問題 是 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因為 因為 梁振英 那時候中央要收回那些財稅權 那 那梁振英那條計劃就是 地方靠土地買賣去 去過日子 現在卻跌了市 現在卻跌了市 因為你沒有土地買賣的收入 然後你立即一萎縮起來 你會陷糕 這件事這麼簡單 一萎縮起來是很恐怖的 那件事 你換言之 地方財政赤字會繼續 就算我炒了一大堆公務員 我都仍然有大量的赤字 但是 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覺得 大哥你怎麼玩呢 那件事 你玩不成 真的玩不成 你現在這樣玩下去的話 我看不到 還債的可能性 這個是最慘的 因為 你的公務員花大了 你的福利比大了 但是 你的人貪污大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錢從來 你的政府收入從來 你之前還說 有工業的外匯收入 現在你做 一個multiply and effect 一路變 一路變 那些錢出來 那些深入各地 最後就變成房地產 但是問題 你現在是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話 你沒有這件事 你怎麼搞 你沒有這麼大的台 你現在很大 你現在很大 這件事 會出事 哪個跟你買 現在就是 外資一定會跟你買 沒有外資 會跟你買 這堆債權 因為肯定被鴨燒了 隨時 只不過是拖延時間 現在是拖延的 拜登我也是對的 China is taking Time ball OK Now is taking 你現在是試圖去延緩那個taking的時間 但是我看不到有很大的功用 這個 而且你這樣玩 我很容易玩出hyper inflation出來的 我告訴你 你很容易玩出hyper inflation 真的很容易的 因為最後你可能發債失敗 但是你的債還是要還的 那我有什麼方法去最後把不債 offset 其實說來講 傳統上的方法只有一個 冷發貨幣 你要offside好方法 冷發貨幣 冷發人家 會亂印銀子 印一大一陰獅子 將所有這些 nominal 因為你計債的時候 你不會用一個叫做 real value去計債 計不到的 其實 technically operate不了 因為你 理論上你的interest interest rate 已經將你 那個future value 那個tp 或者是reinflation這些因素 都算進去 就是expect的 都算進去 你算不成功的話 This is your own risk OK 不會這樣玩的 所以一定是算 賺的錢一定是 在法律上 operate 我就是個operation來講 就一定是算 這個nominal的錢去計 就是一個 叫做 名義金額去計 那問題就是 你現在 你這麼多債 你地方債去到這個水平 你就算發多少special purpose vehicle whatever 你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那去到這個時候 你有什麼方法呢 你中國的CLS發債手段 做很簡單的 中國式的CLS發債手段 那就是 最後搞不定 製造一個hyperinflation 以後就這樣 就是 人民幣 所以你看到 人民幣不停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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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你說會不會去到 月初或者 月底 或者下個月初 就去到 港幣一對一 即是7.8個水位 機會很大 所以我說香港現在的經濟是很危險的 因為香港基本上是 不是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都很大 但是這個是合爆來的 為什麼會經常出現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大家會 最初 我是最初講 X爆的那些評論 那些人不明白 為什麼一定是用這隻 中國爆很強過 你梁振英那些人是用question 但是 喂 說真的 我們這些傻子 是用最基本的 財務學的分析 告訴大家 你這一檔 是沒有話為來詞 這個是唐事編局 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我用財務學 我用計數機一計就知道 有些事情一用計數機 就算你很清楚 你知道你那件事是否sustainable 你知道的 你講到自己的天花紅紅都沒有用 你那件事不是sustainable 就不sustainable 現在就是這個位置 怎麼sustain 靠惡就可以 因為不是 不就是 所以你說你中國這種這樣的情況 是 除非你中國人面對現實 面對可能是真的 要做 要一個 你不是靠這些這樣的法債 去做金融從土 你是整個 無論政治體制 或者是其他東西 你一個開城報公的討論 那時候 為什麼你應該要搞 這個 震蕩療法 你不搞震蕩療法的話 你沒有辦法重申 如果不搞震蕩療法 你要慢慢治 他沒有這個機會慢慢治 如果是蘇聯要慢慢治的話 要差不多 他六十年代都要慢慢治 就是他還未到石 他要不就是石油危機 他有一大塊 就是什麼 油價上升 你蘇聯買油的 他那時候 賺了很多硬幣 那時候 那時候就要做二入金融的 那時候 那時候就要 趁那個機會 因為我賺了很多硬幣 有問題 那時候 騷蕩癢癢 走去打阿富汗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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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招頭壓壓招 那是另一個墳墓 跟著就去搞 星爐大戰防禦計劃 搞軍備競賽 結果 你總低國人 就遠不及美國 就整件事 因為蘇聯是 Bubble 蘇聯本身是一個Bubble 你看回俄司 現在的體型 就知道了 蘇聯是一個 8分8Bubble 不用說 那你跟美國一比 拜拜 中國這樣會 所以我說 為什麼要走人走資 如果你走不了人 你就真的 要想怎麼生存 我不是跟你說第二 是怎麼生存 那個生存 我不是說那些 做逍遙派 已經不是這些 你這個是經濟完全大崩潰 你這個是去到安市資源的級別 這個 沒得搞 這個 甚至差過安市資源 去到黃巢 那些 搞到 沒得搞 那些 這個亂局 你不知道要維持多少年的 我告訴你 這個亂局 沒有人知道 這個亂局 我維持了多少年 沒有人知道 不用說 搞不定 所以你說這個狀態 你說現在的問題就是 中國是弱石亂頭 現在 你本來我也知道 這是癌症 去到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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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什麼 叫癌症 癌症 你已經去到癌症 去到癌症 你已經去到癌症 去到癌症 去到癌症 你叫癌症 去到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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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 你胡亂亂 這麼握手 你對中國 為什麼是切割成 尤光睡覺可能好些 就是 有些地方 你沒有事情 在整個解體過程 為什麼前蘇聯合理解 某程度上是好 因為前蘇聯合理解 在過程裡面,有些國家我可以不承認前蘇聯的就是沒有 或者我不命 波羅的海三國我不命 所以他們之後就可以入歐盟,可以輕鬆想好 為什麼同樣是蘇聯的 波羅的海三國是可以這麼快就入歐盟 第一,他們本來是最有錢的 第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因為他們是被非法佔領的 而他們被非法佔領,而且他們是組獨立 所以他們是怎樣的?他們的表明就是我拒絕蘇聯的 他就不需要背前蘇聯的債務 前蘇聯的事情不關我的事 你不要搞我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什麼的 你瓦解的國家可能有些 可能就是,為什麼前蘇聯的 總之你看到波羅的海三國的狀況 因為我是肥肥非法佔領的 我不承認前蘇聯的 你俄斯那些走得慢,沒有鼻歌的 你這個混蛋 結果俄斯自己近了前蘇聯的那些壞東西 他近了的,基本上他近了 因為其他那些中亞國家這麼僵窮 你要我近,那些我又被侵略的 為什麼要我近? 可不可以記得俄斯自己的大帝國 你是不是都近了? 當然你中國要想哪個最後 要近了那些狗屍垃圾 我猜當時真的怎樣? 可能是華北整個國家出來 怎麼近了那些狗屍垃圾 可能你說 台灣在香港一定不會跟你背的 你現在我猜 其中一個狗招就是 找香港來買這些垃圾 哄香港來買這些垃圾 香港人自己這麼清楚 但是你知道中國人沒有俄國人這麼聰明 你普京都後悔 其實當年蘇聯瓦解是最穩 當時是最好解決債務問題的安法 這是事實來的 經濟和債務問題的安法 因為你沒有了那些帝國包袱 你就身輕如煙 問題就是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要抱著帝國包袱的靶子 你會出事 沒有東西你揹著帝國包袱 你就會出事 所以這麼簡單 所以你說中國這樣搞 現在弱石券頭這樣玩 我覺得遲早就玩獲金 所以你說這個 隨時我真的搞都不好 我都要找多幾隻 紅本紅的 什麼輕觸爆炸的 照片出來用 因為現在可能日日都要出來 紅本紅的 我都沒有開玩笑 隨時都要出紅本紅 所以你在香港那些要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叫大家走 那個原因就是 現在無事可為 這個 這個困局是 Terminate phrase Cancer 經濟來說 因為你的債務黑洞太大 你香港一定被吸走 一定 你被吸走的話 除非香港 在烈強支持之下 離開 那你就有機會走了 所以你說好像袁弓儀那些 那些 你還在搞什麼 香港議會辯論那些 那些 你這麼厲害 你找容凱欣出來辯論 你找容凱欣出來網上辯論 我告訴你 直播應該有收視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就是去搞上海獨立 對不對 你想去搞上海獨立 大家都覺得重要 你還有一點點 你現在連點點都沒有 現在是什麼世代啊 現在 現在是一個很混亂的年代 總之大家就怎麼樣 首先 就減著自己的錢 走了 走了 這個是最穩當的做法 如果有人還要堅持 投資香港那些 我就 我自己認為就是 我的看法很清楚的 任何堅持投資香港的方法 我都不會支持 OK 任何堅持 要在香港搞什麼什麼的 那些 我的看法很緊 就是叫他忽略 有人你現在無事可為 你現在什麼經濟環 但是他宇宙大爆炸 如果有些人還覺得 香港是一個發達的地方 我自己認為 甚至是在賣了很多市戶給共產黨 我自己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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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真 我真的自己好運 你這些人是死得最慘的 愚蠢而邪 我自己認為 這就是我對這些人的評論 OK 好了 這一集說到這裡 下一節 因為我的工作的關係 照計應該就不會這麼做 除非有加速新聞 有加速新聞 我就可能 香港時間清晨四點 但是如果沒有加速新聞 我就直接去到六點才 甚至七點才再出街 因為 我的時間 你也知道我今天的時間就會完 OK 做五節都不容易 但我要開會有什麼 我每天已經做了一個派 真的 這是什麼年代 這個世界 被一個八卡皮 搞到這個世界 真是一尊如狗 真是 真是 我先說到幾度了